2019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决赛4月28日在武汉举行 目前世界南单排名前两名的日本选手陶天贤斗和中国选手石宇奇在决赛中争冠 最终石宇奇在先胜一局的情况下被陶天贤斗连班两局 最终一比二遭遇逆转 陶天贤斗实现未免 赛后石宇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自己在赛前做了充分的准备 但是对手更具耐心 虽然他进攻次数不多 但是质量很高 最重要一点吧 我觉得更耐心吧 然后其实你看他的进攻的机会 进攻的这个数量其实不是很多 但是他的每一拍就是说如果有机会的话 质量还是非常高的 特别是在多拍当中他寻找机会能力要比我要更强一点 根据世界雨连的规定 每个国家在一个项目中最多只能有两名选手参加奥运会 对于接下来的东京奥运积分赛 时宇奇称会尽力保持现在的状态 争取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 后面积分赛其实就跟之前现在的公开赛对手其实都差不多嘛 然后也不能说 也不能说就是说积分一定会在前面 只能说就是说按照 嗯 现在这种状态继续保持下去了 在过去的2018赛季 今年23岁的时宇奇在全英赛 年中总决赛等多项重要赛事中夺冠 表现稳定 2018年底的国际雨连年中总决赛中 时宇奇曾经击败过陶天仙斗